我在旅行的尾声的时候 我就跟住在巴黎的朋友说 能不能帮我找吃清点 我想要好好把这个时候的我记下来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 还在巴黎吃的 对在巴黎吃的 我不是爱吃面包的人 但是我在巴黎 巴黎的可送真的跟世界上的地方都不一样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吸引我了 有一年我一定会好好再来这里体验人生 不是你很喜欢新旧魂歌 记不记得巴黎的地板 巴黎就是在很老很老的公寓里面 但里面放了可能新设计的东西 可是那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有味道 就觉得更有历史的感觉 东西就是要用 等它用久了它可以变vintage 就是说不好对 你有发现巴黎的狗 就是都很近吗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环境 就是我们的环境真的比较容易很急躁 他们那边的人感觉真的是五十五个 就是可以一直就是让它的狗在奔跑啊 所以其实狗狗也很优雅 对狗狗也很优雅 你这个周末要干嘛 周末就是用来宠爱自己的 就像每一个法国女人都懂得如何宠爱自己 让El陪你一起珍惜每一个片刻 好好过周末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度过El Weekend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然后热爱瑜伽蛋金和硬的Stanley 然后我们今天有Cose跟阿凤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凤 大家好我是Cose El的七月号的主题就是巴黎 然后今年那个法式也是El的关键字 我们才想说那研究一下巴黎人怎么样过周末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现代人事的压力很大 所以八周末过好很重要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的节目 就是有八个Well Weekend 然后呢透过跟来宾访谈聊天 希望给大家就是一点周末的灵感 还是好想先聊你们的Podcast 在做Podcast主持我觉得压力很大 还是就是其实你们很Enjoy这个工作 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抱持着 反正我们想要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自发性的找了语音频道这个节目 来让我们去发声嘛 然后就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带着很多很想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里面 例如说 我们那时候就想着说 我们每周收集我们粉丝的QA 但才发现说 你应该要陆续上了几集之后 你才可以得到QA 顺序轴不是你想象单纯的那么简单 有很多是这一集结束之后 下一集可能要激起的那个反作用力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着 那我们应该要再聊什么 或下一集应该再准备什么 才可以再让那个节目频道的一直 频率一直是大家讨论下去的 就是有机式的一个调整 不是说先把时机都归好 然后再录对不对 原本就觉得很像在聊 就是原本会以为是不是就是聊天 聊天就好 但其实不是只是聊天耶 因为聊天好像要聊 不是只能聊表面 就是你要聊到 就是像你访问 可能就是会聊到深 你不能只有聊说 啊我好开心 我好喜欢 有时候我们平常有时候在 跟朋友聊天就这样 就觉得啊就是跟朋友聊天 每天把开心的事情讲出来就结束 那就没有 因为你要把故事讲完整 事情要讲清楚 嗯描述那个画面 因为有些人闭着眼睛听 他不知道画面讲什么样的 你要用嘴巴讲出来那个画面 是 所以就很深入的去 追一个问题 然后去想他 可能别人有兴趣的点是什么 是 那所以谁比较喜欢 聊天 我们两个都蛮爱分享的 对我们两个都是因为会碰在一起 就是因为喜欢分享嘛 但是我们两个 既有语音频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两个训练非常多 关于讲话这件事情 因为觉得你要讲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让听众有画面 然后你那节奏要让人家舒服 然后你讲话的音频 你又不可以过于激动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用私底下的情绪 在聊天的时候 我可以不用在乎第三双耳朵 怎么听我们的表现 但是今天我们的一切 都被录下来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点线面 你都要顾及到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啊太累了 我要顾镜头我好不好看 我笑声会不会太大 精锐会不会太 对所以很难 所以我每次 真正录对我来说 不是真的到很难 但是在前面的开会 跟后面的检讨是最难的 是为什么那么认真做Podcast啊 后来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们 就是既然要做 就是想要做得很认真 所以我们一开始 重挑麦克风 然后重挑我们的设备 我们当时买完 然后得到那个价钱的时候 就说 嗯 不录个两千集 而且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钱包 有点太贵 就想说我们会这样 原本是想说 真的是好玩啊 对 真的我们两个很喜欢讲话 是 就觉得只要简单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啊 反正简单好玩 朋友聊天 我们俩平常出去外面讲 见面聊天就是几个小时 让说那不然把这有趣的话题 把它录成节目 也不错啊这样 对 就造福大众 跟同听众可以分享这些 那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要求 还有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原本是希望可以给大家 那个陪伴感嘛 是 那如果变成吵闹感 也不可能说 说不定可能 让他觉得很烦的话 可能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觉得每一集 不同的主题 一定会激起听众 不同的情绪嘛 对 但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的心态就是很hyper的在 分享我们见面说这个节目频道给大家 所以我们两个是一开始的能量 就是都是开很慢 然后都很开心这样 可是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陪伴感比较少 比较热闹欢笑感比较多 但这不是长期之际嘛 就是听久了可能会觉得有点 听觉疲乏累 对 所以我们就会 哦那这一集 不然我们调整温情一点的 节奏慢一点的 我们聊深入人心的一点话题 就是每一集都要做一点调配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事情 但很有趣啦 对啊 很有成就感 觉得蛮有趣的 对 有学到东西 而且每一集我们都是会说 哎 刚刚你的那一段分享真的很棒 嗯 因为我们平常聊天 不会去检讨说 你刚刚那个分享这么样 对吧 对啊 对啊 你平常就不聊天了 哎对一开始 每次要讲一件事情 想要讲都会说 啊 那我们见面说 我们见面再说这样 对对对 那最近你们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譬如说 T-Zwebun有在做瑜伽 是 然后那个 course是 相分相关的 我自己平常日常就很喜欢 对对对 那可以开始 可以分享一下 怎么开始就是 接触瑜伽 还有就是你现在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阶段 因为我今年刚好 嗯 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 我一直都有在 接触各各类的运动 但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挑战是说 如果既然对一件事情 有喜欢 那我要不要把它变成热爱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哎 我在我自己的身心状态 有点不太稳定的时候 我就是在借由瑜伽连接我自己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好像想要对这一门学习 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就报名了瑜伽四字班 然后我就学习瑜伽四字班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是一昧的在瑜伽店上去挑战各种难度的动作 而是我发现每一个动作做起来都是类似 但是为什么哲学这么多 比如说肌肉的控制啊 核心的控制 跟你头脑当中你好多杂讯 所以导致于你很难平衡 明明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可能战事三 就是你的重心往前移 单脚支撑 就光这种很简单的支撑 我就会觉得 哎 我的心好乱哦 复杂哦 我觉得我身上有好多生活当中的习气 是我想要改改掉的 想要修正掉的 因为我是做社群媒体 我一直觉得 好忙 然后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然后一切都好像又要很优雅的呈现 可是跟我自己内在世界是超级崩塌的 超级不一样的反差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那我今年给我自己一个挑战就是 那我来考一张瑜伽证照好了 这个需求听起来其实是每一个人 都很难 对都可能能连结 对然后我也觉得 比如说做媒体的 或者说做influencer的 是不是其实都很需要 这一个 虽然是工具嘛 就帮助我们在怎么样平均生活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适合 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到 像我去考试之班这样的一个 这么长远的路程 因为我是上了200个小时的试之课程 然后每天都要很扎实的训练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可以把瑜伽当成一个礼拜 可能会有一堂课 你花60分钟去跟自己连结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再来就是瑜伽当中其实有很多面向 他有呼吸法 进心法 其实都可以单一去折取你 可以放在马上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使用的就好 对那我自己学习瑜伽到现在 我觉得拿到试之之后 我觉得我就是想要落实在 我身旁每个人都在做社群媒体嘛 就是都是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努力的人 但是我就把我瑜伽哲学所学的东西分享在身边 我们也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说 我自己真的在学习瑜伽之后平静太多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终于换得了一身的辽阔 在我的内心 很棒耶 我很想讲的是 我借由瑜伽学习的这个路上 我默默的摆脱手机重症 对我刚刚就是要讲这个了 他超厉害的 他昨天来我们家 然后手机不见他没发现 他没带手机他没发现 他过了超级久 他已经搭上车了之后 他才知道他手机 你说他已经回家了 没有成瘾症的那种 我只要就是现场有我 就是安心 就是反正我们建议是 现在这个在录音室嘛 那都是有工作人员 然后我已经也在对的时间 出现在对的地方 那我就不需要手机了 所以我就会不使用 他没有成瘾症超厉害的 因为通常做我们这个工作 你无时无刻都要用手机嘛 你就像你刚刚设到中要发文嘛 通常不太可能会有 不用手机的时候 可是他这样可以戒掉超厉害 Course在咖啡厅的时候 他可能在跟自己独处的时候 就是他的瑜伽时间 就要找到自己可以放松的地方 放松的方式 但当然我也很想学瑜伽 可以 我要讲 你现在老师了吧 可以教我对不对 都可以教我们 教大家 而且加上我觉得 这个主题其实是很适合 聊给现代人听的 因为虽然我们两位 都是顺序媒体工作者 但是我们在一个 停不下来的状态里面 我们想要争取呼吸的空间 跟机会 那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的路上 我就是 对啊 只是我不敢说我自己 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快被这样快速的时代 压垮了 真的 身为这社群媒体的经营者来说 我自己都觉得太高压了 我快受不了了 所以就变成是我需要有一片天地 对 就是那个冥想的时候 跟做瑜伽的时候 我冥想的经验是 他会把我今天 所有二十天要做的事情 都叫出来 然后我就照了那个 就可以开始一步一步做 就是把它完成 就是好像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生活段落的整理 可是其实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就是冥想是不是应该 想那么多事情 我昨天就是听他讲冥想 然后我就想说 好 我就在家里试 我就这样子把那个时间放下去 我就这样子 所以讲三十分钟就睡着了 你睡着 根本就没有办法 什么镜空脑袋啊 这怎么可能镜空脑袋 我目前还在 就是我跟讲 应该有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就是想说 那是睡觉吧 什么回事 就是我跟讲 大家就说很难 所以我就想说 在练习当中 我觉得很难 因为你也是 就是 Cose也是一个 就是社群经营者嘛 也是一个社群工作者 然后你要如何在当中 你还没有做一下 可是你找到你自己的生活步调 跟节奏 我觉得这个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我喜欢就是 生活中的各种 漂亮的小东西呢 就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 像我们这次有提到 香氛类的嘛 就是我可能很 有时候睡觉 就是睡觉前 就会觉得说 我们要放松 那我可能就会泡澡啊 然后配上 我觉得很喜欢的香氛 那就可以让你 整个人放松下 好棒哦 香味是真的可以让你 就是情绪改变 有时候你很能 很 当下今天有发生什么 让你觉得很激烈的事情 可你闻到一个 让你放松的味道 就是例如说 像我自己很喜欢 那个Deep Tea的 米蒙沙 就是一个寒秋草的味道 然后那味道就是 你闻下去 你就会觉得 就像寒秋草的那个画面 它就是你瞬间 就是这样柔柔轻轻的 然后在你旁边 风吹过 然后你就是泡澡 然后点下去 你就觉得 整个人就松下来 有时候其实你也不是 故意要一个 绷紧神经 是你忘记要放松 对 但是可能 给你自己一个仪式 就是你去做这件事 然后你当你去做 那方向就是 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现在就是要放松 就可能跟你 做冥想的时候一样嘛 然后可能像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就会选一些 可能 我们家比较多木头 我觉得很符合 跟木头一起的味道 然后可能踏进家里 你就会记得那香味 像说 这味道就是我们家 就回到家里了 该放松了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喜欢生活中 就是有一些 香香的 漂亮的东西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 就是有各种不同 的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 还有这些东西 看到觉得心情很好 这样子 那你们觉得 仪式感对你们来讲 是什么 仪式感非常多 我先回家 就是 摆好我所有的东西嘛 换下我所有的 外穿的衣服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可能 会点圣木 现象 然后就进化一下自己 因为我们在做 这份工作 常接触人嘛 然后我觉得 我是肉眼看不到啦 但我觉得 就是以能量学来说 我觉得 那就是跟自己 跟外界的人 有一个亲礼的时候 所以我 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回到家 换好衣服 就点圣木 然后就开始去做 家里面的事情 然后达到 让自己真的放松下来 沉淀下来 然后回家了 就是会有一个 这个OS 那睡前的话呢 一定就是 把我的香氛蜡烛的灯 点开 然后让他整个 那个竹 烧到前面 有一层油之后 香味跑出来之后 我就会安心 关掉 然后入睡 就是我一定会有 这个SOP 这是我的 生活仪式 我觉得好像 大家就是 也不用觉得说 一定要有一个 例如说一定要点蜡烛 或一定要什么 如果他今天很喜欢吃甜点 他可以买一个 他喜欢的甜点 放在家里的盘子 然后就这样子很开心 坐下来吃 我觉得也很棒啊 就没有一定说 什么样 就是你的生活 加了什么样的小东西 让你心情变得更好 更放松了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就我们不用限制 每一个人说 你一定要做什么样 就是能让你放松 快乐的方式 我觉得那就是 对你人家最好的意识感 你在法国 待过一段时间吗 就或是你常常去法国 常常去巴黎 对去巴黎 那在巴黎 感觉到的意识感 跟生活节奏 跟台北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 我超喜欢巴黎的 其实我觉得 我个性其实蛮巴黎的 我就是对事情不会 一定很 一定好像 有时候事情发生 我觉得啊好吧 那就这样 那不然怎么办呢 就是我不太会 就巴黎的人发生事情 你感觉出来 他们不是那么的 像积极 很积极的吧 一定要马上去处理掉 我现在马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觉得那不然 我们现在先喝一杯咖啡 我们先来 不然我们先休假 那个慵懒感很重 就是 从容 对 就是很漂亮 他们不会那么的急于的 去想要握住某个东西的感觉 你会觉得 就这个掌控感 对他们很 不会想要 一定要掌控某些事 他们对大部分的事情 就像他们的妆容 也不用一定要很完整 可能擦一个口红 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衣服 有时候他们也不用一定要烫衣服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 随性感 就是头发也是那种随性感 不用一定要 就是那种 就是像我们这样子 就是比较容易 就是想要 一定要很漂亮啊 很直啊 柔顺 他们就是 自然 毛哨 风吹 也很美 我觉得会不会是 这座城市 它整个氛围 就是很慵懒 然后那边就是大家 欧洲人的性情 就是一种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我自己 我感觉啦 所以 他们那边确实 就是会真的比较慢 那那个慢就是 让人觉得 哇 好浪漫哦 因为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 我像一个麻瓜 然后我看那巴黎铁塔 然后我就腿软 抓着旁边的人说 巴黎铁塔好大 然后我就觉得 对你等一下都不良 因为我是一个 对于巨大建筑物 会有一点点 就比如说 我们去看大峡谷 那就很浩瀚的 世界美景的时候 你就会有点 哦 真的是在这个鬼斧神功之下 就是还是会有点 拜见腿软的感觉 那我看到巴黎铁塔 我想说 哇 好大 跟东京铁塔 是十几倍之差 然后就觉得 哇 巴黎从这个 标志物 让我就已经很shock之外 我去吃饭啊 然后去喝咖啡啊 逛街 你就可以随处看到 法国人在翻白眼 但是就是很自然 然后就是他翻白眼 但是他又是一个优雅转身 然后去该处理他的事情 最后他还是会服务 把你服务的好好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觉得说 哇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用不同的方式生活 然后不同的方式在对待人 你有发现巴黎的狗 就是都很近吗 你说安静吗 不吵 就是他们的狗都可以跟他们的主人 一起坐在咖啡厅的外面 然后坐下这样 然后就这样看着外面 就想说 台湾很少见到 我觉得在我们的 很少见到可以一直有这个情况 可是你是在巴黎 每走一步路都有人 就是这样子 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大部分的狗都会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环境 就是我们的环境 真的比较容易很急躁 所以他们也比较难 这么那么多时间 可以就是带狗狗出去遛啊 或什么的 他们那边的人感觉 真的是五十五个 就是可以一直 就是让他的狗在 就是奋跑啊 所以其实狗狗也很优雅 对 狗狗也很优雅 狗狗就很松 很松 连狗都是松的 真的 他们不会很焦虑啊 看得出来他们很松 怎么可以 就是我去一个咖啡厅两个小时 那个主人就真的 跟他的狗在那边 跟我一起坐了两个小时 真的 那他们就没在干嘛 没有在干嘛 他主人就在那边看书 然后我就 很常看到这画面 我就觉得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城市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 他虽然慵懒 但是他有一派 那小偷抢劫啊 然后是那个 扒手很多 这个环节 就是会让人家很提心吊胆 相信如果近期 或者是过去 有安排要去欧洲旅行的人 都一定有听说 那里扒手很多 你绝对要小心 千万不要带名牌包出门 你不可能这样可以出门吧 各种声音都会包围着你 可是我自己去到欧洲 第一次的时候 我也是战战兢兢 好害怕自己被偷啊 然后自己被 因为我个子娇小嘛 就很怕高快的人会 紧盯你啊 因为你身上都会有一些奢侈品嘛 然后就真的 很胆战兢兢兢的踏入法国之后 就发现说 其实你只要做好随时的 那不是万全准备 但是你只要有在生活当中 有一点点留意 你就可以避免掉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可以挂着包包 包包甚至没有拉拉链 然后可以编划手机 或者是有在骑摩托车人 都知道摩托车你插在那边 隔天 整台车还是在这里 对 可是在欧洲可能不尽然 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像Course 去过这么多次欧洲 但是我常常 因为我们最近录Podcast 都是去他家嘛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 房子里面的装潢啊 还有摆设 就是你都会觉得说 哇这些小物都 等我有一天 有我自己的家的时候 我也要 就是你懂我意思 就是就是 他的那个家里面 一走进去 你就会一种 哇 这个家好像欧洲 小小的 叫小巴黎吗 是你复刻的小巴黎 没有没有 就是喜欢的东西啊 就是喜欢一些 他喜欢的 老老的东西这样 因为巴黎的东西都 因为我觉得巴黎是很mix耶 他也有很 新的 新的 可是他的 旧的有留存下来 那个东西 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很有温度 对 很有特色的 那你家是 除了这个巴黎风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 手吗 我是你很喜欢新旧混合耶 就是因为我就会喜欢 有用过的东西 像木头我就觉得用过的 更漂亮 所以呢 我在家里就是 那个木地板 我就说没关系 大家尽情的就是使用 我觉得没关系 记不记得巴黎的地板 就是刚刚你说的嘛 巴黎就是新旧混合嘛 所以巴黎就是在 很老很老的公寓里面 但里面放了可能 新设计的东西 可是那东西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有味道 就觉得更有历史的感觉 就是没有 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完美 反而就没有办法 有那个温度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 啊反正东西就是要用 我们要 不管是买包包啊 用家具啊 我们就是要用 不要就是很担心说 他会弄脏什么 没关系 等他用久了 他可以变vintage 有什么不好 对 只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 就是我现在的家具 是有的是买二手的嘛 有的是买全新的 就是混合这样子 有各种 就是也都是 几乎都是欧洲的设计师 这样 那你平常多久去吃巴黎 所以主要最近的话 就是都是真的时装周去 可是后来就是工作太忙了 比如品牌比较忙 就比较没有去这样子 所以今年今年还没有 但是去年有去的 蛮多次这样子 那通常你在那边 会待多久 然后你会有自己计划的形成吗 还是你 我是 我去年比较幸运 就是都是时装周去的嘛 大家时装周都很认真 就是很认真 就是要拍很多照嘛 我跟我妹 就是我还会跟家人一起去 我们都在玩 除了看秀以外的时间 我就是抓紧的时间去玩 就是看展览啊 去我很喜欢的咖啡店 那种觉得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了 工作要做 做完就是早上起来 超早起来做完之后 拍完该拍照 剩下就跑去玩 就是能够更多时间去 体验当地的各种 我喜欢的食物啊 风景啊 展览就觉得真的 就有去巴黎就觉得 可以待在那里 然后时间越长越好 我觉得至少要15天 15天两周吗 我觉得至少要15天 因为 你等于慢慢开始熟悉 你真的才会 你不会那么急 你一定要排很多行程 你可以一天 假如真的没有去过人 可以去罗布公吗 一天只去罗布公 说到罗布公我觉得 可以看很多次 其实很难看完 对 天是看不完 所以你不能给自己说 我今天就是又要去罗布公 我又想要去哪里 这样你是不是压力就很大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个罗布公 你就是可以 我今天在旁边喝一个咖啡之后 我去罗布公 我就慢慢看 完全没有时间限制 我就慢慢的看完 你才有办法真的看到 你喜欢的东西 不是说一个 就是被很赶 很赶很赶的感觉这样 对 更巴黎一点 有没有什么习惯 是你在巴黎 发现 然后带回台湾 然后继续觉得在台湾 什么地方可以很巴黎 我好像没有很巴黎诶 我知道你没有 我没有很巴黎诶 那你的代表城市是哪里 我觉得我的代表城市 可能是日本啦 东京嘛 东京 东京可能好一些些 比较很完美 完美我是不敢自己说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 在乎这些可能 礼节啊 或者是礼貌啊 仪泰啊 这种就是 我个人啦 天秤座 所以我自己比较 如果就是你 你刚刚那个 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比较属于日本派 我比较属于是那种 比较温吞一点 比较是这样 但其实很多日本把法式消化的 很好对不对 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 因为其实日本也很 从上 就是欧美文化嘛 他们很会 就是转换转译这个东西 对啊 我觉得也是 有我近期 最近这两个月 都有飞去日本 然后去完日本 都觉得我们两个也 每次回来 从日本回来 就跟彼此非常说 日本真的好棒 好棒哦 因为法国就离我们 真的是比较远了嘛 然后再来 你要找到一个 宁静 然后有空间 各种文化都很 满很棒的地方 我觉得日本是一个 很不错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有一些旅行的经验 也是很不错 尤其我们台湾的人 很喜欢去日本嘛 所以不管法国 法式 日式 日本 都好 反正你有自己的生活的模式 然后你有自己静下来的方式 就好 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 你是你自己就好 对 我觉得心太法就好了 就是大家不要那么 真的耶 就是太压力啦 就是法国人感觉就是 对大部分人的事情 就是都主要我先喝一杯酒 对 或我先喝一杯咖啡 或明天再说 对 大家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先静下来 喝一杯咖啡 或喝一杯酒 你可能 说不定烦恼就没啦 就想说 留给明天自己去担心 对这种感觉 可能明天那个状况又不一样 对啊 问题明天可能会 自己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可是为什么 你们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 其实与生俱来 或是有内而外 自然而然可以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自在跟自信吗 我觉得这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影响 如果你身边的人 都是这种人的时候 就像同侪啊 你就会被他影响啊 就他大家都很松 去哪里都不需要行程 然后就都很chill 你就会觉得 那我们就是大家都这样 可是如果 就是你的朋友是那种 我出去外面 我就是要排十个行程 那你可能就是也会 例如说九二九十 可能会跟他就是一样 或者是你喜欢这样的朋友 你就会常常跟他一起出去嘛 可是像我可能 比较喜欢那种 没行程 那种很chill的感觉 所以我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人跟人之间 就是九二九十会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 也可以互相影响一下 一起变得很chill 可以可以 都是阿嬷带的嘛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有妈妈都是牡羊坐 就是有莫名其妙 一起然后跟家人的感情 都很好 就是所以我们聊很多事情 就是都会觉得 很有共感的感觉 对 就是你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也懂 就是我们两个是真的理解彼此 有时候不用讲那么多 你就知道对方 在想什么 这样 那你们之后的节目 是不是就是要一起 去拍一个什么video 你们去哪里 就是一起做了 什么一件事情之类的 不知道耶 他提这个案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 就是跟你们聊天 聊聊聊 然后这么多就是 分享这么多火花 可能下一步就是要看 你们的weekend 你们的weekend要干嘛 OK 我自己个人蛮期待 因为我未来 我觉得我自己 希望可以在 不同的城市 生活一阵子 所以我期待我们两个 可以在各地 有见面说的机会 对 就是我们的期望 对我们的期待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 也可以去国外城市 我们有一个weekend 去那边路径 对对对 目前的想法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目前 理想的weekend 是怎么样子 我就是很爱 热爱跑咖啡厅 我已经哭了那么久 我还是很热爱 跑咖啡厅 就是有时候 假日就觉得找一个 很安静 舒服 漂亮的咖啡厅 然后坐在那里 然后跟老公两个人 就算我们什么话都没讲 就是觉得 我两个人就在那里 待着一阵子 然后就是 就喝那咖啡 觉得心情很好这样 我们的weekend 常常就是这样度过的 就去了一个漂亮的咖啡厅 可能就待个几个小时这样 然后觉得很安静 我就喜欢那个安静 然后可能有人在讲话 然后老板冲咖啡的那个声音 我就觉得 好棒 好放松 好像你的烦恼 都没有了的感觉 对 这是我跟我老公的共同兴趣 这是通常 跟另外一半 会有共同兴趣吗 我们的共同兴趣真的就是 我现在才 后来才意识到 我们的共同兴趣 是一直去咖啡厅 好棒 就他也很喜欢去咖啡厅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去 他就会说 诶 怎么最近我们好像都没有去咖啡厅这样 对 就会发现 因为他也喜欢我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配合我 结果没有 对 那二棒呢 我的weekend 一定就是 如果那个周末没有下雨 一定会有一站是在向山开始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 真的假的 对 该不会是爬向山不是 爬向山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 我就不知道 我的助理长被我带去爬 他看起来不是喜欢爬山的 但是他配合我爬过很多次 向山不好不容易 因为他那个落差蛮大 可是每一街的高低差 他是阶梯高低差 高 但对我来说 挑战度不是太难 因为他就是帮你训练有氧量 对 然后因为我住附近嘛 所以我自己的行程就是 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骑Ubike 到向山下口 然后我就爬上去之后 下来吃一个 我当时可以吃起来 完全没有罪恶感的可颂 哦 对 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在巴黎 巴黎一定会吃可颂嘛 对不对 然后我真的爱到我自己还吃轻吃 一个可颂 真的假的 对啊 是所以我就是只要每一个周末 我就是会这样提醒我自己说 诶 当时在巴黎觉得自己活出另外一个 没有想过的自己 那就是用这样的精神提醒自己 要在台北再更努力一点 你刚才有讲这一段吗 这段是不是很值得说 蛤 我刚刚以为说你说可颂只是 你知道 就是顾要做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 是真的 真的是 我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就是从没想过那一年去巴黎生活两个月的时候 是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高中就一路就是一直在打工嘛 然后在找自己可以做什么工作 可以赚钱怎么养自己 这一些事情就是困 就是也不能说困 就是这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终于有一个时间点可以让我好好休息 然后我就去那边生活的时候发现说 哇这个世界好大 跟我想象中的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同 然后我要学习的东西有好多 可是我每天在巴黎醒来的那个能量跟活力 都是我在台北没有拥有过的 虽然是每天一样就是睡醒刷牙洗脸穿衣服 可是那个能量真的大到 我觉得我一定要记下来 所以那时候我在旅行的尾声的时候 我就跟住在巴黎的朋友说 能不能帮我找吃清点 我想要好好把这个时候的我记下来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巴黎 还在巴黎吃的 对在巴黎美心 巴黎的可颂真的跟世界上的地方都不一样 太好吃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吸引我了 有一年我一定会好好再来这里体验人生 然后体验我的生活 可能可能不是只是旅行 可能是旅居 我不知道未来很长 所以就慢慢让它发生 我现在这里种一颗种子这样子 好我们最后请阿凤跟扣斯 帮我们推荐几个 好好过周末的方法 因为今天有聊到瑜伽 然后我也有分享到呼吸 所以刚刚也有聊到冥想 就关于可以让自己静下来的方式 我想要在周末推荐给大家 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式 如何进行冥想跟呼吸 就是这三大元素都有 你只需要给自己五分钟 然后怎么做呢 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找一个舒服的坐姿 大家可以一起做 找一个舒服的坐姿 双脚踩好地板 然后手呢就放在自己的大腿上 然后眼睛闭起来之后呢 就想象自己现在有一个扫描器在你的头顶上 然后你就从头顶扫到脚趾头 这五分钟你只要关注好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呼吸 你要把每一刻的深吸深土 都有意识的记得 这五分钟过去 你从头顶扫描到脚底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清冥想 你在这五分当中 你一定会换得 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 甚至是一整天的神清气熟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周末生活 很棒耶 很棒我要神清晃到半夜了 这是我的建议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呢 把这个人放松下来 去一个喜欢的咖啡店 然后点一杯咖啡 坐在那里给自己静下来两个小时 如果不喜欢咖啡 那可以去一个电影院 找一个喜欢的电影 自己一个人进去看 然后深深的品尝那个电影的细节 我觉得也很棒 好哦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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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 我们的Podcast 我们见面说 然后我们的节目频道呢 是每周一晚上八点或是九点 九点基本上 会在各大的Podcast平台上更新 对 今天的L Weekend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想知道更多节目的相关许 可以关注L官方各频道 包括脸书 Instagram还有YouTube 还有Podcast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请多多订阅 分享按赞留言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浪漫的weekend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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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